第二次提 自然界的铁礦大多为含铁的化合物 从炼钢厂炼出出来的铁称为生铁 含碳量相当多因此直硬而翠 依据上述来推论生铁应属于下列何种物质 那我们从炼钢厂炼出的是铁 铁是一个元素 但是它除了铁这个元素之外 还有告诉我含碳相当的多 也表示它里面除了铁之外呢 还有碳 所以还有两种以上的东西 所以它这个应该是所谓的混合物 所以第二次提 因为它含有两种以上的东西 有铁跟碳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猪混合物 这个炼钢厂炼出的生铁是属于混合物